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共的钱办事搞臭台湾 经过多方的探查 其实他们已经确切地掌握 中国其实固定会给张安乐 还有竹联邦这些金钱的资助 立伟邱一银引述早在2014年学运时 就有媒体踢爆 中共跨海操控白狼跟竹联邦 来跟学生对抗 还被大旗抵幕后黑手 就是中共国安部 除了每年资助红色资金500万人民币 相当2300万给白狼 还透过白狼每年转给竹联邦 3000万人民币活动费 加起来每年金元 白狼跟台湾黑道1.6亿台币 在台湾制造动党跟对立 2013年回台 白狼一桶阻挡的政党包装 像是太阳花等大型抗争 被爆以每人500元走路工 大型动员包括竹联四海等黑帮 动辄一两千人 一场就要50到100万 疑似都是红色资金 不少逃亡道对岸的台湾黑道 无论经营酒店KTV还是生存 都得仰赖大陆政府鼻息 警方调查不少自甘被吸收 回台充当政治工具 台湾黑帮俨然沦为中共的马前卒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瑞德哥 帮我们爆料 这所谓的外联办事处 到底是什么样的单位 而且他们里面的处长 还说是台湾老大的老大 我先跟各位说 越是那种名称听起来 不起眼的单位 越要非常的小心 总统府积药室资料组 听起来好像在总统府里面 管那个积药图书 图书馆的管理员 对不对 错 全台湾中华民国 所有的八大情资单位 全部是由他管的 因为他的这个人 主题事者叫做蒋经国 所以总统府积药室资料组 小小一个名称 他却可以管全国的这个等于说 八大情资单位 那么所谓的外联 相关的外联 这个外联会 外联组 不管是什么单位 听起来它是依附在国台办 因为对台湾所有的 包括国台办也好 包括统战相关部门也好 都在对岸的福建厦门 所以厦门那边有很多的单位 事实上这个单位 这个会成立的原因 跟一个事情有关系 就是2000年的时候 阿扁拿到我们中华民国 那个第一次政党轮替 那时候拿到了以后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单位 专门针对台湾的一些现象 因为过去非常的方便 那么后来很不方便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 那个现象 除了所谓的统战之外 又可以打入 又可以拉出 那么所以呢 他就成立了这个相关的单位 那表面上是这个在国台办 那么事实上 他是中共国安部 直接直接这个指挥的 他的经费也是 那么他也不是 他的主题事者 其实也不是管处长 管处长是他的化名 就像戴笠在外面 有十七八个化名一样 管处长是他的化名 其实在外面的这个 包括台商还有可以到 很多人都叫他李将军 所以应该是李将军 应该是李将军 不是管处长 管处长是他对外面 宣称的一些话 因为他在外面 一定不用真实身份 所以大家都叫他李将军 那李将军到底是 怎么建立了这个关系 为什么 他也不是 专门这个单位 不是专门台湾的黑帮 他有三种人 台湾人民里面有三种人 第一个是白道里面 情治单位退下来的 第二个是黑帮 第三个是媒体 跟媒体相关的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非常的神秘 那么为什么他会跟这次的黑帮扯上边 因为曾经有一个 我所认识的台湾黑帮大哥大 那么他在中国的一个酒店 那边的酒店 跟我们这边的酒店是不一样 有的酒店还规模大到必须坐高尔夫球车 你就知道它有多大 这也太大了吧 对 然后结果 那么因为我们这边的黑道 中国那边的黑道 跟我们这边的黑道的方式是不一样 处理方式是不一样 那我们这边的黑道 我认识的这个大哥大 他叫擦股进去里面这家酒店 那对方有人要吃这家酒店 就吵架了 就出来谈 谈了以后不欢而散 对方吃的方式是 超乎大家的想象之外 对方找了几十个公安 直接进来以后 把他们全部都抓了 那大家都是弟兄 免不了都会擦家伙 结果他就用这个 你随身携带枪械 这是大罪 在中国被抓到是大罪 然后就用这个东西 他如果把你扣上国安的大帽子 那就不是刑事案件了 然后结果没想到呢 突然间 他们是找公安来 后面趴了武警来 你知道吗 趴了武警来以后 立刻把这些公安全部制服 然后把这些人全部都解救 最后把他们全部赶出去 把那些本来带的公安来 全部赶出去 大家就觉得 后面这个幕府很猜 跟各位说 就是这个李将军派人来的 所以后来包括 包括很多的美感 那为什么会扯到有台湾的这个警戒高官的第二代 台湾警戒高官有曾经有第二代 我们开玩笑说是警戒富二代 那么其实也在 他时间大概在2000年前后 2000年前后的时候呢 那时候台湾高阶警官的第二代呢 他们一股是100万美金 那么到中国去投资一个大型的那种娱乐商城的那种计划 那么他们大部分都投大概有至少两股三股以上 也就是说新台币大概6000万9000万 投进去以后 就没想到被中国那边的投资也是吃掉 吃掉以后可怕到什么样的程度 除了逃走几个之外 赶快得到风声 立刻不回饭店了 立刻就跑掉了之外呢 其他有好几个是在旧的 包括上海虹桥机场 包括很多地方都被这些人 竟然他们有本事找到公安把他们逮捕 抓进去了以后 那么要救人啊 后来透过很多的赶道去救人 最后救出来 诶 奇怪 又是李将军的关系去救人 也就是说李将军这个名号 他在黑白两道在对岸 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把你给捞出来 所以他就专门找一些可以利用的台湾的 对 那捞出来了以后 事实上大家都猜他是什么身份 然后来猜他一定是官方的身份 只是不知道他的身份 后来就因为这样 你想想看 你在那个地方 尤其是包括台湾的黑道 你逃到那边去了以后 你总是要落地生根 通常都在这个东莞 还是深圳 还是这个上海 大家会经营一些相关的行业 那你必须当地的相关的单位 有人照你 跟你只是个黑道 黑道在那边 他要给你捞起来 就给你捞起来 然后呢 所以啊 他们后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 还有包括一些台商 所以这样拉了以后 就认识更多的人 我们台湾很多有军情系统退下来的人 不客气地说 也常常出现在这些宴会里面 所以包括退下来的白道 包括金情系统的人 那么甚至于还有一些人 在对岸开餐厅 那么我们金情系统退下来的人 在中国开餐厅 坐上宾 除了有我们相关的这些白道的人士 跟黑道的大哥之外 也有李将军下面的人 所以这个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 有点像是小型的情报体系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为什么特别讲到 强调到媒体 他在媒体的部分 其实下的功夫是非常大的 我们每天早上六点 台湾四大报所有的你的报纸 全部一比一的比例 全部到对岸的厦门 还有中共的中南海 全部都有 所以这个就解释 为什么你看 我们有些台商 他在对岸 被人家吃了亏 被占了便宜逃回台湾来 大企业有没有 他在台湾的报纸 那个头版下面 买半个版的广告 他却不在那个地方投诉 他故意的 他知道 他知道我在台湾买报纸 可以传到中南海去 可以看得到我相关的资料 而中南海真的由中共中央 下令要策判这件事情 那么他的事情 就可以得到一个平反 所以事实上 他从2000年到现在 已经建立了十几年了 那包括我刚刚说的三大系统 都是他们情报部件的对象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的管处长 也就是刚刚瑞德哥讲到 他的可能 他真实的身份是李将军 他是利用这些犯罪分子 他们在当地 在中国里面犯罪 然后把他们捞出来 救出来之后 这些犯罪分子 可能就会听命于他 那我也请教一下学伟哥 以这些黑帮 或是江湖的弟兄来讲的话 你把他救出来 他们真的就比较容易 被控制 或是听命于对方 因为毕竟对他有恩 因为你会发现帮派分子 如果跑到大陆去 通常亡命之徒 那台湾应该是待不下去 或者是警方急欲追悉他 那可是我说实在话 过去从以前到现在 你会发现帮派分子 比较忠心 而且他们都有一个爱国的热忱 所以他们去到那边 像白狼就很明显 白狼以前就很公开宣誓过 他说只要台湾独立的话 台独势力太过得高涨的话 他会回来重整竹联邦 会跟台独分子一拼 你知道吗 所以就跟你讲说 他从以前 他就觉得说应该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竹联邦 说实在话 他现在内部这次被扫黑扫成这样 名怨士气 可是他们不愿意跟白狼 张安乐切割 包括现在是竹联邦 当里面最大的势力就是 邀邀黄绍城 然后先生帮主 还有之前的前任帮主赵尔文 可是他们非常的清楚 他们对一种政治的东西 他们是宁愿不去碰的 因为他们以前曾经都被监控过 他们就觉得说 我如果去碰了政治之后 我这辈子都被监控了 那我就完了 什么东西都不能做 所以张安乐那个时候 其实说实在张安乐 他也不隐藏说 他其实他很支持这些政治活动 所以他当时逃到大陆去的时候 他也帮台商瞧事情 他要从深圳东莞到上海这条线的话 以前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只要找到白狼张安乐的话 他都可以帮你瞧 所以为什么他在台商那边建立了很好的人脉 好 那在大陆对于这些帮派分子 他们的处置方式很简单 你今天乖乖的在这边 你可以帮我维持治安的话 尤其像台商的一些纠纷什么东西 你如果帮我瞧的 我听你 你就乖乖待在这边 像之前一些流亡的 像之前那个什么林武祥 还有什么许再生 还有那个什么吴童潭 最有名的那些 他们去那的时候 他们在那边是制造纷乱的 他们没有办法说 你帮我处理这些事情 他们是在那边制造纷乱 所以那时候中共公安的话 当然这些人就直接逮捕 可是公安有个问题 就是公安很容易收买 你如果是认识台商 或者一些有钱人的话 那个公安很容易收买 所以那时候抓 记不记得大家可能忘记 那时候天道蒙太阳会的吴童潭 是武警 把整辆火车攔下来之后 把吴童潭抓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 你的层级还没有到武警 到那个怎么政委 那个阶段的话 所以在大陆的话 你吃不开 你如果只要搞上一些 一些治安活动的话 马上就被抓走了 那白狼你看 他有办法 他有那个能力 帮台商仲介纠门 像我们现在那个罗福祝 罗大哥在那边 他也是凉凉 对不对 为什么不把他抓回来 因为他在那边 他有他的能力 他有他的需要在那边 对 所以这个白狼回来 你说真的说 他真的是 中共拿很多钱 每年给他什么 五百万几千万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 你知道吗 像这次主联邦 为什么这么多帮派分子 他会在这次台大事件里面 动员出现 说实话 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是白狼在大陆 他的人脉关系 跟他的政商关系 并不是只有钱而已 我延续一下 学伟哥说的这件事情 我先讲一个 我的朋友的故事 我的这个朋友 是一个艺人朋友 有一年 他受邀要到大陆的某个城市 我不要说这个城市的名字 是有一点敏感 我先讲这个氛围 邀请他去的这个人 在台湾是某大帮派里面的二把手 也就是朗哥底下的一个二把手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事业体 所以他们要到这个城市去做一个商业 那我朋友就去了 那他带了他的助理 从这里直飞到那个城市 那这位二把手 我讲的这位黑道大哥 当然一起去嘛 那一下飞机的阵战 我形容给各位听 有人立刻上来献花 不是对我朋友献花 我的朋友已经是知名的歌手 不是 是对那位大哥献花 而且是好多宿 十几宿的花 十几宿的花 不是给你艺人朋友 是给那黑道大哥 对 好 保姆车来了 对不对 好大的阵仗 是一个巴士 大型巴士 上了车之后 所有人就开始介绍他自己了 第一 统战部 统战部是从中央派来的 我说那个地点不在北京 是在别的城市 统战部的谁谁谁 接下来是国台办的 谁谁谁 再来 我是市长 办公室的谁谁谁 市长 当地市长 当地还市委 副市长 那对 提到了政委什么 从那一刻开始 在演出以前 几乎就是三餐喝 中午晚上宵夜 每一场这个饭局 他都大开眼界 因为每一场 来的就是市长 副市长 市委书记 党委什么什么什么人 接下来这一场又来了 是从中央过来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人大代表 我这个朋友 记不住这些人名字 那他们说 我跟你讲了 这个人相当于就是 在台湾的话 就是王金平的位子 王金平当时是立法院院长 他就大概讲给我们 原来都是高官 他们来干嘛 不是因为我的朋友 是因为这位大哥 很照很吃得开 好 那观众朋友会问说 为什么是这样 今天这个媒体的报导 说就是在大陆这边 用了金钱 可能是买通了 我们黑道兄弟 我认为说的不精准 如果只给钱 今天不会这么卖命 是为了什么 是盘根错节的生意 郎哥在大陆 他怎么可能说 按月收钱 然后我办事 现在不是这样了 是他的生意做多大 我这里不敢说的太仔细 那我讲了这位二把手 在这个城市里面 你知道里面 有多少楼盘是他的吗 那各位会问 他这么有钱 不需要啊 来吃吃喝喝 请客的人 如果都是市长 市委书记 党委书记 甚至统战部都来的话 他要在这里 开多少楼盘都行啊 那他在这里做生意 今天如果统战部 拜托你要有一个什么讯息 或请你做些什么事情 你要不要做 你要啊 这不是拿钱办事的概念 是我的生意 都在那边的概念 我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学会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 千万不要误会了 不要以为说 这个对岸的这个单位呢 是台湾的黑道只要过去 他就吸收你 变成他的那个 不是的 他共产党最讨厌那种软骨头 没有利用架子的人 所以呢 事实上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你们知道吗 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啊 习大大在召开十九大之前 七月严打扫黑了一批啊 三百多个台湾 还一定要逃回台湾来而已啊 所以并不是说 我们去了以后 一定都什么都OK的 但是他们的那个情报 确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我刚刚讲到 他有吸收包括媒体嘛 那么事实上 我们台湾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媒体的总编辑啊 那么他要进去 可是他不想用 让人家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他有美国护照 所以他就直接从美国买机票 到了东京转不同的飞机 用转机的方式 然后直接到了北京 他想说神不知鬼不觉啊 就一到了这个北京机场下来了以后呢 就他看到两个黑头车 好大的简体字 欢迎台湾 某某某某 总编辑某某某 大驾光临 然后大家鼓掌拍手 把他给吓死了 他真的吓死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把他接走 接走以后 以下的行程都是对方带的走了 从这个地方 你就看得出来 对方事实上 在很多的情报的部分 他确实布建的很大 他有时候 不是单纯的为了钱 有些黑道大哥 你给他钱 他比你还有钱 还需要什么嘛 但是他在中国大陆那个地方 他确实需要很大的人脉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所以他需要的其实是关系 所以是关系 是人脉的问题 不过现在呢 姚立民也呼吁说 要查一下这个统促党 跟中国官员的通联记录 他呼吁说 应该要调查一下 看他们在事件之前 还有之后 是不是有联系 同时在台的上海市台办主任 李文辉 了解中国政府 跟这一次事件的连结 然后呢 他也说 中国有两个手段 一硬一软 硬的方法呢 就是你不听话 我就处理你 软的就是钱 而中国的特务会在台湾 他说你以为 张安乐这样的人 没有人盯着吗 弓枪弓武器都可以 所以他就呼吁说 要赶快调查一下 事发前后两三天的通联记录 另外几个最新的消息 包括了这个蓝营的委员 就批评内政部可耻 可是现在呢 部长就回呛说 全国都看到 是统促党打学生啊 好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呢 蓝营的委员是说 是谁动手 你们有去调查吗 好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市警局不是迅速的 把原本的这个 罗斯福禄派出所的所长 霍建元调职吗 结果呢 这个值班员警也被寄过 但是台北市长柯P 似乎跟市警局立场不同调 昨天晚上还到派出所去慰问 而且跟遭记过的远警 一起合照啊 好 这部分呢 还有就是 是不是真的 中国有提供一些资金 一些经费 给统促党 给白狼 好 这个金流的部分 我们要请教一下委员 可是你如果从统促党 他就是 因为我们都要跟内政部申报嘛 这个 这个所谓政党 这个每年的支出 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他经费非常的少 各位可以看到 他一年大概就是两百多万 那他可以办那么多活动 两百三十几万而已 均款两百多万 就是经费支出啦 对 那他的收入大部分都是个人的 的支 那你会发现 他比较多的支出在哪里 就是交房租 房租就交了一百六十几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说公关费 三千五百八十九 我想白郎他儿子坐的车子 大概租金就不止三千五百八十九 就是说 这是一年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若从统促党的 这个经费支出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他没有多少钱啊 对 他也支出没有 那我们刚才在画面 看到这些旗子 车子 对啊 然后这些 账 那到底钱从哪里来 甩过你要钱啊 对 所以我们才会比较担心的是说 到底你现在在台湾看到这些活动 到底他的资金 他的这个命令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这个李文辉 其实连柯P也出来讲说 对啦 当天本来要提早结束的 可是谁把他往后延 因为李文辉 对啊 李文辉说的啊 对 那他是台办主任嘛 那他之前 其实他在这个新年赫词的时候 其实讲了一些话 就让他觉得说 好像他讲的话 台北市政府在对着讲 因为他那时候有讲两岸一家亲 这个构建命运共同体为宗旨 这时候就让人家觉得说 为什么上海讲的话 台北这边也讲 而且他跟柯P关系很好 对 两边讲得很清楚 他自己也承认啊 中国新歌声 赴台湾高校和社区巡演 这是他讲的政绩啊 中国新歌声 这是做什么 是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底线 这是要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到我们看到这些活动 我们看到统促党来 我们会不禁怀疑就说 到底这些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吗 张伟是开车经过路边 发现那边打架吗 这么巧 对 然后学生离开的时候被打 是不是有一个组织 有人在指挥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 今天在立法院里面去质疑内政部的时候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好好想清楚 那你到底要帮谁背书 你这样的质疑是认为说 学生打统促党吗 还是统促党打学生 我觉得这些事实要先厘清 好 有些事实是需要厘清的 那我也请教委员 因为今天柯P突然去罗斯福路的派出所 大家也觉得说 他是不是跟市警局不同调 因为市警局惩处了他们的派出所所长 然后又有人被寄过 可是他就去那边慰问 然后人家寄过了这个人 柯P还跟他照相 这个某个程度来讲 我当然可以多少人够体会柯P 柯市长他身为一个台北市警察局的最高的领导人 他当然也要兼顾所有警政同仁的心情 这个我们当然可以体会 但是事情总是有一个是非的标准 第一个 在这件事情里面 真的是有人是施暴 让学生受伤害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确实是有人报案了 那警察是在这件事情上 是时间上是延误的 这个是事实 我觉得柯P 你当然我知道你要兼顾这个基层 远景所有人的心情 但是身为一个领导人 你在这件事非的标准上 你也必须还是有一个立场 当然你的表达方式 我们尊重你表达的方式 但是你不能对这件事情上 你去忽视它 其实我觉得统促党或张安乐 他们这样的行为 就暴力相向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大家如果回想看起来 其实这也是长期这几年来 在台北市 我相信也就是警察或者是市政府 他们长期来忽略 或甚至不去积极处理 让这些的行动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产生 还记得柯P 他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他是严格的跟那个分局长讲说 如果再发生法轮功 被爱国同性会人殴打的话 那个分局长就要调走 那个时候的柯P是多么抑郑延迟 他是看见这是不对的 无论如何的言论的主张 都不应该有人是暴力相向 对你言论不同的人 其实柯P应该坚守 坚守这样的一个立场 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当纯的 是把它当成一般的治安事件 一般的治安事件 不是为情就是为情 我们至少还可以防备 那这个这件事情是 是一种没有特定对象的 只因为言论的主张不同 他就有可能会被暴力殴打的话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台湾 可以被容忍的事情 所以他应该 柯P应该非常严肃的面对这件事情 除了你去为提升警察人员的士气之外 我觉得你要这件事情 你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交代 跟基本的立场 对对各个局处 相关的局处都一定要有这个交代 还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出来 好另外我们也来看看 另外一个话题 台电前董事长孙稻存 今天开始吃牢饭了 带来看看VCR 一身休闲Polo3戴着鸭石帽 前泰电董事长孙稻存 上午现身北检报到发肩 面对镜头没说话 孙稻存只带着一个简单旅行包 只身前来 也不见嫩漆的身影 虽然他曾提出医师证明 申请暂缓发肩 但检方没批准 如其发出传票 跟着他后脚跟来的 还有胡红酒精神状态很不好 走路几乎得靠人搀扶 两人因为联手掏空泰电 将一起入肩服刑 孙稻存泰电掏空200亿 遭高院判刑三年确定 26号拿医院诊断证明 申请延缓发肩遭驳回 29号发先日 孙稻存现身确定入肩 67岁的孙稻存 虽然已经申请破产 但还是常被拍到 跟小32岁的嫩妻在外写拼 名车豪宅似乎也没少 如今锅铛入狱 也确定无法和爱妻一起过中秋 丹地新闻代文成章正好 S&P小组开会报道 疗愈 好 之前大家就讲说 孙稻存到底会不会被抓去关 那今天看到他真的入肩了 他之前本来是说他生病 不要去 结果后来呢 好 那个检方就说 你不来的话就拘体 所以他可能怕到 那今天就立刻入肩了 好 来 凌军哥 当然这个案子 因为其实残送13年 那过去孙稻存 其实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一直都强调 就是说这支火红酒 在下面乱搞 那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害人 那不过你 因为在火红酒到案之后 因为他是自己 也完全就承认说 他所犯的事情 那他直接后来是 检方是以位照文书的部分 然后把这个孙稻存 这个提起公诉之后 然后后来就是 判刑三年确定 那所以因为当 过去这一段时间 孙稻存先生 因为他过去的这个生活 还有他的这个行事风格 一直都引起很多很多的争议 包含在税的部分 那时候那时候为了 那时候整个 为了他弄了一个禁奢的条款 然后订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一次的入肩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也传出来讲说 他本来期望能够脱 也就是说 他用这个所谓的有病的方式 生病 对 那生病不能够发现执行的部分 不过后来检方就讲了这个 这个后来因为要执行 就讲了重话 讲说如果你不到案的话 那很简单就是具体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看到 他其实这一次去的时候 他就都不讲话 然后后来其实有被戴了 这个上了手铐 然后发肩这样子 好嘞 薛伟哥你怎么看 就是孙稻存 大家本来想说 他真的会进去吗 然后他本来是说生病了 结果现在还是进去了 那当然早晚都要进去 因为孙稻存这个案子 当年你知道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那个泰电那个掏空案 那个事情多大 你知道吗 可是那个时候 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推给胡翁九 所以后来胡翁九是被判刑 14年6个月 还并科罚金10亿 你知道吗 那时候觉得 大家都觉得说 你董事长明明就是你孙稻存 有什么孙稻存都没带 没有 孙稻存说我已经申请破产 我名下都没有钱 可是你知道吗 后来大家就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 要债要不到 他就会跟奸 说你孙稻存的送行 后来发现孙稻存 出入名车 而且豪华餐厅 买的都是名牌 也是过得很愉快 更气死人的是怎样 你知道吗 他娶了好几个老婆 对不对 女儿又漂亮 后来又娶了个任妹妹 牵着她的微风广场散步 那个时候大家都 叫我们去抓 你不是说你没钱 为什么好像 要什么都有什么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就穷追猛打 后来你知道吗 法院终于还给这些人公道 判刑三年 那其实为什么 当初其实孙稻存很 很气死人 就是他那个时候 申请破产还欠税三亿 每次只要政府说 跟你吹讨钱的时候 他都跟你说 我没钱我破产都没 可是你知道吗 政府一旦说 我要把你管收 就是给你抓来 你如果没钱我就抓进来 你知道吗 那个保险金额 马上就凑齐了 你知道吗 而且是两次三次都是这样凑齐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次实在是看到孙稻存 气死人了 而且那个一周刊 三不五十就给你报一下 他就跟哪个辣妹吃饭 跟着看 所以后来你知道吗 孙稻存这一次被判刑 他还想做罪 垂死争扎 因为他想说 中秋节快到了 不是要一家团圆吗 我如果进去里面蹲的话 我的嫩漆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他那时候还申请说 因为身体健康因素 可是说实在 北肩不可能让你说 你一张 随便一张身体 那个医疗鉴定书 就来 我就可以延缓入肩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 沒關係 你如果身体不好 对不对 他今天就讲 那个北肩就跟他讲说 没关系 我们执行客来 你先来 我给你做最后检查 如果真的身体不行的话 我就让你回去 如果行的话 马上那个车子 就直接开完北肩 果然今天他到了之后 去了就到北肩去了 所以你知道 说实在 他进去之后 他真的是看到有点 尤其看到这种有钱人 看得很爽 你知道吗 所以孙道成 很明显的 这一次中秋节 没有办法跟嫩妻过了 我们稍后回来 要来看看孙道成 过去的女人们 同时感情世界 我们还要来看到 是周游 这三角链 现在最新的进展 是如何呢 周游说他的丈夫 每次遇到朋友 都在哭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 我们刚刚讲到 孙道成今天开始吃牢饭了 所以他中秋节就没有办法 跟嫩妻一起过冲秋 但是孙道成以前 大家都说他真的很厉害 因为很多美女都败在他的手下 而且他其实好像对这些美女们 都非常的大方跟贴心 是啊 其实有媒体形容 孙道成先生是台湾最有钱的穷人 可是我认为这个形容 完全是不对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觉得他是最有办法的有钱人 最有办法的有钱人 对不对 他怎么会穷呢 第一 我先讲一下这个案子 各位刚刚已经讲了 泰电这个掏空案 多久的时间 13年 所以他个人跟他的律师团 会不清楚有今天这个地步 他们所有的沙盘推演 应该都推演过了 甚至于之前有要拼一下 这个在中秋节之前 能不能因为生病的关系 延后发肩 现在已经进去了之后呢 很多观众朋友的心里的想法 一定跟我一样 他的律师团是不是继续研究 能不能拼个保外就医 对不对 我没有说错吧 一定有一些策略 因为在里面有很多老板 几次出来都是拼保外就医 不成功嘛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社会的观感 跟你这整个官司的过程 有时候法官他会做考量的 那话说回来我为什么说 他是最有办法的有钱人 大家知道 孙道成说我没有钱 我名下什么都没有 净设条款因为他 对不对 但我就好奇了 你真的没有钱吗 那为什么你身边的人都是富婆呢 包括你第一 你的这个就是孙云云 跟孙云云的妈妈何念慈 也是个富婆 有十几亿的身价 接下来 盐宁 他的女朋友 没有结婚了 当然帮他生了小孩 现在也是一个十几亿的富婆 十几亿啊 这个我们上次说过嘛 这个H牌的包包 掉了十几个 他都不知道 都没发现 完全没有发现 因为他到底自己有多少个 他也不知道 那掉的那个包包 价值有五百多万 但他真的不知道 太多了 那现在其实生活也过得蛮好 当然他们生活过得好 他们没有错 但是总觉得他身边的人都不错 光是他的嫩妻 我们相信他生活各方面蛮好的 这几天我也有透过朋友去问 因为我们不要忘 他还有另外一个女朋友 红粉之几 虽然后来分手了 张琼琳 其实生活也过得很好 现在多半都从事很多慈善活动了 那我想观众朋友会觉得 有钱是你家的事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拼一个 能够在外面过中秋节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你念之在之 都是这些嫩妹 这些辣漆 你有想过那些小股东的心情吗 是啊 台湾社会呢 现在已经M字化了 有钱的人就有办法 找个律师来 大家讲话都挫得要命 我最恨这样的一种氛围 讲话很害怕 因为那个律师团可能会监控你 会录下来 讲的不对 我告你 这就是最有办法的有钱人 但民众心里很苦啊 我生活过得很不好啊 是不是 我欠政府一百块的税 我都被追得要死 他欠多少 刚学伟哥讲了嘛 欠了三亿 理也不理 等到要管收的时候 搬出来了 你说是不是很有办法 真的 很厉害 好 那我也请教委员 因为大家都说 孙道成这个例子 他本来想说 生病啊 什么的 然后不想要入奸 结果检方就跟他说 你不来的话我就具体 所以后来他就入奸了 那这是不是也给司法一个强心针 当然大家也会担心说 接下来是不是就保外就医了 其实孙道成的案子里面 也可以看出说 我们台湾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感 第一个 其实他已经判决确定了 但是还有很多人会认为说 到底会不会被关 没到最后不知道 对 就觉得这是很 让人家纳闷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已经判决确定了 除非就是说 他遭遇不撤或逃跑 这个说实在 不然他没有 我们也想不出任何理由说 他不被执行 但是我说实在 还是会很多人有这种疑问 他有钱 他有办法 反省也不用去关 所以我认为去执行这件事情 对许多民众来讲 至少他心里面 坦白讲 我们刚才私底下都讲说 有点疗愈效果 就觉得说 法律 法律之前真的是 真可悲 法律之前真的是有权能跟没有权能 是大家 不会因为你的经济 然后有所不平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我们要去看 这整个事情的总共发生 从一开始发生到现在 十几年应该有吧 这司法整办的过程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常讲说 此来的正义不算正义 所以司法有时候 你要让人家信任 包括审判的结果你要正确 但是审判的速度 你也应该有个合理的管制 不然一个案子 有些人他在外面逍遥 每天带着漂亮的妹妹 去最高档的餐厅 超级市场去消费 我相信对于一般的人民来讲 是非常觉得非常不公平 而且相对的一个剥夺感 有些人一般的平民百姓 你欠政府五万块三万块 你可能你的汽车 你的家可能会被拍卖 但是这位有钱人 他可以逍遥在法外 他也经过十几年的时间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谈司法改革 所要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课题 结果非常重要 但是审判的一个合理的速度的控管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课题 的确拖了很久了 对 没错 事实上你不要说他了 包括陈友豪 包括罗浮柱 现在不是都海外吗 是啊 那么KC人 尤其是陈友豪 你看再留台湾六七百亿 然后现在说可以摇身一变变成 中国的缴税大户 然后又要到菲律宾去投资上造 对不对 讲起来非常的讽刺 那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那是理想 理想一样这样 所以孙道纯他现在判三年 理论上他做一年半 如果他服刑的状况良好 他可以申请假释 我们现在就等着看 刚刚说王子犯法与素人同罪 所以有钱人跟一般的人 是不是一样平等 我们现在都等着看 他今天剃了头 然后靠上手铐 那么进了监狱了 我们就从现在开始看 他每天所受到的待遇 是不是跟一般的受刑人一样 还是说有钱人在哪里面不一样 我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所认识的一位大亨 已经去世了 翁大明就好了 翁大明很疼他的弟弟 他其中一个弟弟 后来因案抓去关了以后 结果因为要过年 所以他没办法过年 没办法吃粘夜饭怎么样 那是有史以来 应该是当时最高的一个 所谓的围炉粘夜饭 他开出一百万 龙翅包 龙虾鲍鱼鱼翅 要两罐XO 你知道白兰蒂 然后你能够拍照出来给我纯粽 我一百万付给你 所以总共拍了三张照片 总共拍了三张照片 因为一张是要给钱的 一张纯正 纯正怕掉了 所以另外有一张 真的拿了一百万 那当年是还为了要 这个等于说取姓于翁大明 还找了很多当时 在监狱里面关在一起的 大哥一起来吃围炉夜饭 你知道吗 大家一起来围炉 然后你看说 真的都有 然后大家就坐在一起 当然你可以说 那是过去的预证嘛 对不对 难道现在的预证有好一点吗 之前才出过一大堆 狗屁刀招的事情嘛 所以现在 那个孙道纯他现在进去了 理论上 因为他跑不掉 那么事实上呢 他进去只要一年半 他出来跟吴宏九 至少要关个七八年以上 不一样嘛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怎么看 那么他进去到监狱里面以后呢 是不是他这个有钱人 台湾最穷的有钱人 进到里面去了以后 那么他所得到的待遇 是不是跟一般的受刑人 是一模一样的 好 徐委员 简单补充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他在外面这些行为 不只是变社会新闻 而是让人家觉得说 台湾真的有所谓公平正义 所以今天为什么 他的路见会变成 这么重要的事情 大家讨论 就是觉得说 虽然是迟来的啦 可是迟来也算是有做到啦 我是觉得 整个法政机构 应该把这些案例 真的好好整理一下 否则你会让人家觉得说 那遵守法律意义在哪里 这个事情在台湾 这个风气是不好的 好 那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阿狗周游的这个事件 这个三角链呢 拍戏拖杯 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 现在呢 周游声声呼唤 他的心肤落空 而且呢 他还讲说 他的老公呢 每一次看到朋友的时候 都跟他哭说 想要回来我身边 我们休息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这个VCR 我只有谢谢大家 我一定会努力的 周游还是打起精神 谢谢帮他加油打气的人 阿狗今年孤独艺人 参加资深艺人中秋餐会 大家也很关心问起 阿狗家的贾武旭 他说他从头到现在 没想过说离婚 他并没有离开我 他每天每天都在家 在我晚上都有回来睡觉 有媒体报道 李超勇要求阿狗两个儿子 冯凯和张志群 放弃所有遗产 统统留给他 就是要南瓜所有的钱 但阿狗不相信 他会这样说 我不会答应 他也不会这样 他要我全部财产 这不可能 因为我两个儿子 我都给他们各一栋管子 那现在该给他的 就是要给他 阿狗自曝天天一泪洗面 李超勇也说自己很委屈 我们三十八年的感情 他应该 他应该不会那么轻易的 就放弃我 外传李超勇要求 两个妻子要公开道歉 阿狗夹在中间好尴尬 道歉到底是他要给孩子道歉 孩子是 孩子是要他跟我母亲 跟大家怎么交代 跟我们所有的人怎么交代 阿狗就是要老公出来讲 但李超勇反而跟媒体诉苦说 委屈要自己吞 到底是谁负了谁 都让这两百十四岁的三角链 越来越物理看花 三星万座报道 真是物理看花 李超勇看到朋友的时候 就哭说他想回去 可是他又喊话说 我有两个条件 才要回到阿狗的身边 好 我们请教一下 盛美姐你怎么看 这整个事情到底有什么内幕吗 对 因为媒体的报道是说 李超勇提到阿狗 有关财产分配的问题 但是因为李超勇本人是否认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我帮大家解读一下 他们三个都是有钱人 所以你不用担心 他们的财产问题好不好 阿狗的财产自有自己的分配 今天现在的问题是钱吗 不是 现在是堵那口气 堵那口气 你们都一直讲214 前面讲218 现在小三更正说 我没那么老 你说的也是 你们多讲了几岁 他告你 小心 公然侮辱 小三说他只有60出头 214的三角链 他们现在气的是这口气 为什么 阿狗虽然今年80 阿狗刚刚讲什么 我算80岁 我拥有的是一个18岁少女的情怀 所以他一直哭一直哭说 他希望李超勇回来 而且他说李超勇说 他不会离他回来 阿狗气的是什么 他前面就讲了 你去找一个年轻的辣妹 我认了 你找了这个 年纪这么大 对不对 他说脸皮比铁还厚 这是他讲的 不是我说的 但是你不觉得 这个三角问题很有趣 照理说你犯错的人 不是应该痛哭流涕 下跪道歉 对啊 怎么反而叫别人道歉 都没有人道歉 是阿狗在道歉 是我的错 讲半天 然后那个小三 这位师奶 很强硬 他讲什么 他说 阿狗这个人 讲的话 没有一句能听的 他生病住院的时候 煎猪肝 煮肉粥 都是我去煮给他吃的 我还帮他推轮椅 他现在还讲我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师奶 你这样也不对 你话讲一半了 就是因为阿狗 把你当闺蜜 你煮的粥他喝 你帮他推轮椅 他愿意 你就不能跟他老公 走这么近嘛 是不是 这整个状况 就是周游阿狗 输不起 他真的希望说 李朝勇能够回来 但是这个小三 这个师奶 也输不起 他觉得说 我哪有 去摩铁 根本不是做那件事 你们想得太多了 有没有 前阵子解释过 所以大家有点物理看话 还有一件事情 阿狗毕竟在台湾 这么的有名 这件事情 不会这么快落幕 还有每天 有些好事者 你们真讨厌 到处会跟阿狗讲说 其实你要怎么怎么处理 也会跟李朝勇说 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刚前面讲了 这个孙道纯的事情 很疗愈 对不对 这件事情更疗愈 我去吃个饭 隔壁桌 通通在聊这件事情 真的啊 每一个人角度不同 有些人就讲说 李朝勇到现在70岁 都还能在车上用摩铁 有些人是这样讲 还有人讲说 这个63岁 还有这样魅力 这是一件事情 80岁 还哭成这样 这个感情还是很丰富 你看 是不是投射在 所有人的心目中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阿狗的财产 最后就是堵那口气 要不要来堵一下 最后 我相信阿狗会跟李朝勇 手牵手来告诉大家 他们会白头偕老 真的吗 所以最后要回去吗 他不是说要开那两个条件 而且说遗产 不能分给他儿子 因为阿狗现在 因为财产的问题 阿狗自己有讲 他的财产其实已经分配好了 所以并没有财产的问题 因为之前阿狗也讲 该给李朝勇的 他有给啊 包括他们在上海的房子 包括给李朝勇的 这些财产的分配 他已经做好了 所以并没有说 给儿子的财产多少 所以不要给儿子 应该都要给李朝勇 而且李朝勇已经否认 这个财产分配的问题了 所以我认为 他们的争执不在财产 但是我好奇的是 因为李朝勇又拿 这个比较苦肉计 一再跟媒体又讲 住在什么顶楼家盖 夏天很热 现在又冬天了 我真不知道你们也拿出 他是说给阿狗听的吗 我认为是 所以可能就使出了这个苦肉计 好那现在也传出说 李朝勇好像要卖上海的房子 因为李朝勇听说 他最近就是刚才圣梅讲的 住在中山区的一个顶楼家盖 而且都是那个超商 或者便利商店买东西这样 可是我听出来 他说因为阿狗把上海的房子给了他 他那名下 听说他最近没钱 没钱都要开 所以他急着要卖上海那个房子 其实我跟盛美 观点比较不一样的是说 他说不是为了钱 可是我是觉得 终究问题还是在钱上面 因为你也知道 这个 好学位哥现在李朝勇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落魄 想那个样子应该是 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忘记一件事情 以前郭周游跟李朝勇制作的连续剧 大家有没有想到过 他的最有名的是什么 见好就拖 一直拖一直拖 100级 200级 300级 所以他们今天这个210岁 14岁之恋 我看你有没有短时间也不会结束 因为你现在很多人在看 刚才圣梅就讲说他去吃个饭 隔壁桌大家都在讨论 而且说实在话 70几岁的男人 60几岁的女人 80岁的女人都可以当主角 这对我们大家来讲多励志 对不对 我们在座哪有难道 就是一个鼓励大家想见 这个话题都不疗愈 而且对啊 六七十岁还可以去摩铁 对我30岁之后就没有去过摩铁 对不对 对啊 事实上感情的事情 没有年龄之分 他说他30岁以后没有去过摩铁 那你呢 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去过摩铁啦 我连摩铁都没有去过更惨啦 不过至少李朝勇 至少李朝勇帮阿哥戳了 三十几年的背啦 对不对 所以是有感情的 但问题是 我没有想做摩铁啦 现在就看不然要收拾嘛 对不对 但是说坦白说回来了 你说完全没有钱的那个份上 对不对 我觉得多少还是有啦 只是